好 念一下 以出世的心 做入世的工作 這個出世的心就是一種不執著世間 這個世間有名望地位 好好壞壞 讚嘆批評 我們叫世間八法 所以佛教裡面講了空性 就是說不污染 出世的心就是一種不污染不執著的蓮華心 雖然我們心不污染 但是我們要做入世的關懷 所以監獄也好 社會也好 苦難的地方 而且我發覺很多 慈濟這些委員 這些參與者 我在他們臉上感受到 講到苦難大家就很認真了 就是趕快去解決那個問題 哪裡有苦難 哪裡有災難 因為他們生命的動力就來了 所以我想照顧眾生的苦難 你生命才有力量 慈悲是我們生命的出口 這也是我個人出家的原因 當然出家有兩種 同一種是為了個人解脫 趕快消除貪生吃 但是呢 第二種呢 是全然的把生命奉獻給眾生 所以但願眾生得理苦 不為自己求安樂 那麼還有一句話更重要 願待眾生受無量苦 請問這件法師苦不苦 苦啊 他要實踐這個精神 願待眾生受無量苦 令諸眾生必盡大樂 願要把解決對方的痛苦 成為自己的生命的責任 去承擔眾生苦 所以叫比丘總代三分病 一個菩薩部分在家出家 你一定要生病耶 為什麼 那你才不會忘了眾生的苦 但是目的呢 一大早起床就在想著 如何幫助眾生離開痛苦 所以也因為慈濟的這種 直接快速的方法 就能夠號召很多 做了很多大事業啊 賺了很多錢卻很苦惱的人 然後他們開始去折報紙啊 做環保啊 去救苦難 他覺得這個比賺錢還快樂 樂此不疲 為什麼 為自己在奮鬥啊 再多 別人在稱讚你 那是個壓力 但是 能夠為別人奉獻 甚至對方都不知道你是誰啊 我內心很快樂 很自在很有力量 所以我想 正元法師就直接用這個方法 導致了很多人 一加入慈濟以後 從此以後 就坐到牢了 為什麼 就一直跑吧 一直衝吧 因為這個世間 什麼不多 就是苦難多 所以佛陀把這個世間 用四個字來形容啊 念一下 純大苦懼 就是純粹很大的痛苦的慧懼 這個叫世間 不管 如果今天很多人移民到澳洲 覺得澳洲是天堂 那就不需要慈濟了 為什麼 剛剛我們直信了說 我們慈濟有六個點耶 想盡辦法 原來 你在世間什麼地方 都有苦難的 都有需要被幫忙的地方 所以 只是 但是 像我個人 我經常 我到很多國家 包括 上個月還去亞加達 哇 慈濟好大 我在想說 叫我蓋個柱子 我都沒辦法 怎麼辦 我有發願 要蓋老人院 醫院 現在沒辦法 先養流浪狗 所以 那是無論如何 這要有很大的福報 所以念一下 隨喜正言法師的福報 那是因為 正言法師有這個悲心承擔 他自然有福報 能夠 因為 老實說 六道裡面最難度的是哪一道 人道 因為三二道很痛苦 很容易度 大家知道嗎 天道 他很喜歡佛法 你升天以後 他就知道 我為什麼會升天 我原來是做好事 我為什麼會升天 我原來供養出家人 我為什麼會升天 歐元來受八萬齋戒 所以 他這天人 就天生喜歡護持佛教 當然 阿修羅道 很多過去也是護持佛教 只是什麼 這我要提醒各位 很多人很喜歡做善事 然後脾氣不好 我跟你講 你會去阿修羅道 所以阿修羅道就是說 他也很喜歡做善事 但是呢 可以跟你們的 競爭比較 所以在這種狀態 那你就上不了天道 回去阿修羅道 那是慈濟的 委員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大家都會投胎做人 這是慈濟的共願 隨著善人 一直來投胎 一直來服務 沒看見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修行的 因緣 方法 所以 但是無論如何 這份悲心比較重要 所以 當然 你悲心到一個程度 因緣成熟 那你也會看到一條路 哪一條路 是最适合自己的 都没关系 后面有几个字 慈祭人间路 你在慈祭坐久了 你就会找到人生光明大道 但是 所以在这边 我必须讲三个事情 因为早上我听汪前辉居士说 我带着他们回向 他说师父我没回向了 我说我需要你回向功德 我说为什么 你慈祭功德那么大 回向我一点嘛 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善事 你没有回向 哎哟 那这个 而且你可以回向一亿变 比如说你早上去帮助一个穷人 照顾一个人 你这个功德 可以回向给法界众生 那你知道众生无量无边 那功德就无量无边 回向就像你一滴水 把它丢在太平洋里面 整个大海里面 都有这一滴水的成分 所以我经常要跟我们 像我大家都知道 海淘法师不做人的事 都在做动物的事 乃至呢都在超度孤魂野鬼等等等等 那时候我每次跟翁师姐说 拜托把你们的功德回向给我啊 因为呢我需要慈祭的大福报大功德 来回向给动物道啊 这些鬼道啊 当然你不用求我 我也会天天把放生超度的功德 回向慈祭 为什么啊 我认为佛教没有单独的存在 任何佛教徒所做的 你做的就是我做的 所以任何一个道场的精髓 都是我们的佛法 一切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 不分宗教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啊 所以我们要彼此回向 念一下 彼此回向 彼此随喜 所以别人做的好事我们要随喜 自己做的功德要回向 就这个意思 还没做到的要发愿 所以这三个各位 再做一次来 自己所做功德 要回向众生 别人所做功德 要内心随喜 还没有做的功德 要发愿 所以我们刚刚在车上发一个愿 哇 在雪梨开个素食馆 他们跟我说这边没几家 那这个太好了 这边市场那么大 但是家家餐厅都有卖荤食 但是荤食里面也有素食了 但是纯粹素的我认为一定有 但是只是不像我去温哥华 多伦多去纽约就很多很多 特别纽约的素食还真好吃 所以一般说台湾的最好吃 但我去纽约也吃到好吃的 我去温哥华也吃到好吃的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 每次我走到哪里我都会问人家 请问你这边有素食点 有吗 请你介绍我哪一家最好吃 我一定要去吃吃看 不是我贪吃 因为我每次去吃最好吃的 我就会把这个味道不吃出去 因为我每天在念 这个味道好吃 供养你 所以当然我认为 素食做的好吃也是慈悲 但是澳洲为什么吃素的 那么少呢 可能澳洲动物太多 所以大家就吃肉多 但是我想各位 讲慈悲 必须从自己的嘴巴做起 是吧 然后呢 从自己内心做起 所以念一下来 众生都是父母 所以没有一个生命 没有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这一点各位要相信 因为有一天 澳洲什么不多 就是鸟多 所以有一天佛陀跟阿难 走在路上 天上有一只鸟飞过去 然后佛陀就问阿难说 阿难啊 你知道那一只鸟 跟你什么关系吗 阿难说 佛我不知道 然后佛陀就说了 阿难啊 你把地球上的所有东西 花草树木切成一片一片的 合起来算有多少片 阿难说 佛啊算不完 然后佛陀就跟阿难说 阿难啊 天空飞过去的那只鸟 生生世世做过你妈妈的次数 超过整个地球切过 变成百千万片的好几百万倍 阿难啊 你相信吗 阿难那时候一思维就哭啊 真的吗 佛陀 佛陀说 真的 你要用这样的心去感恩众生 去对待众生 所以我想这就是佛教 要我们相信了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 那这些父母在受苦 我怎么可以享乐呢 所以我在家很喜欢 我刚才讲一句话 爸爸妈妈没吹冷气 我不吹 爸爸妈妈用不了好东西 我不用 因为所有都要先供养父母 还有一个愿各位要发 生生世世绝对不要比爸爸妈妈早死 因为会让父母很苦很苦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生下来 他选了一个 最爱他的妈妈摩耶夫人 然后他不让摩耶夫人痛苦 因为他妈妈生他七天 摩耶夫人就往生了 人家就问佛陀说 你为什么要选摩耶夫人 他说绝对不能让我妈妈 看到我出家的苦 不然我的妈妈心脏会裂掉了 所以那我想当然了 这是各位要发的愿 那讲到愿 你只要做任何一个善事 你都可以发任何一个愿 包括拜佛供养去慈悲去救苦 那你要把这个功德 除了回向法界众生 同样得到功德 然后再来你只要发一个善愿 然后这个愿将来一定满愿 所以每天你都可以发很多很多的愿 所以因为这个时间 那这个愿目的还是帮助那个苦难 你发觉现在公演很多老人 很痛苦 没事干 那你就要发一个愿 我如何让这些痛苦孤独的老人快乐 这样就好了 然后以后你就会很会讲笑话 然后呢你就会天天去公演 因为你发了这个愿 因为你发了这个愿 像我也有发一个愿 我现在说没办法照顾老人了 我就发一个愿 万一有一个老人快往生了 我去给他讲讲话 等我走了他就走了 因为我发这个愿 从来没有一个老人 包括我爸爸妈妈 在我面前走的 我发了这个愿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留在那边 他就走不掉 因为我发这个愿 因为我有发这个愿 因为我有发这个愿 希望这些老人家看到我都很喜欢 但是呢 我希望他们 我们帮他祝念啊 回向 然后他怀着这种快乐的心态 走掉了 但是如果在我面前走啊 不太容易 所以 当然对我也很好 因为我这个人 如果要看到一个自己爱的人在面前走 我可能不行的 因为那个过程不太容易 但是无论如何 我认为自己发什么愿 到时候一定会满怨 当然我们现在老实说 会有压力 当你想要去帮助 好